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 截至二月底全国一氧化碳中毒已经发生12件 造成两人死亡,42人受伤 主要的原因是气温下降,民众怕冷就将窗户紧闭 加上燃气热水器安装不正确 而且使用热水器的时间加长,又忽略环境通风 导致瓦斯燃烧不完全而产生一氧化碳 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会造成人员中毒 最近发生多起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内政部消防署就提醒民众 使用燃气热水器或是瓦斯炉如炬的时候 要保持通风 在家中洗热水澡的时候如果有头晕恶心的症状 就要警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发现家人或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 要先关闭瓦斯热水器等器具 并且要立即打开门窗 让空气流通以后尽速拨打119求助